大家好,我是白海香果班的胡俊彬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快樂的蛋糕小吃福 有個地方每天都要做蛋糕 他讓人家一直吃炭蛋糕 他也會餵母雞吃鮮鮮的 他也會帶牛去山上吃草 他也會用麥芽出來捏粉等啊等 有個人說他要用一個蛋糕 他就把牛奶、麵粉、雞蛋放在大鍋裡 攪啊攪,攪好了 穿過一個森林,穿過一個山道 穿過一橋,穿過一個很多人的地方 終於到收心的家,收心許願了 然後聖誕那個 聖誕那個 蛋糕小吃福睡覺的女兒 也正睡覺 雞也正睡覺 只剩草搖來搖去的 謝謝大家的故事表演 超怪 超怪